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多倫多生活雜誌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今次的主角就是他 我家的櫻花樹 其實他還是小朋友來的 去年也不是那麼多花 不過今年就多了很多 既然今年那麼多櫻花 我們就一起來做個鹽漬櫻花 首先當然要摘一些新鮮的櫻花 我會在樹上直接摘下來 已經掉落地下的就不適合用了 其實在多倫多都幾多人種櫻花 如果你自己有種或者是你朋友有種 尤其是用有機或者是天然花肥的 那就最適合做鹽漬櫻花 不過千萬不要在公園或者在任何公眾地方摘其他人的櫻花 今天我準備摘兩盆櫻花 那些櫻花這麼漂亮 在摘之前當然要跟他們拍幾張照 如果平時有做甜品或者是喜歡焗食物的朋友 對鹽漬櫻花應該不會太陌生 一些日式的超級市場或者是烘焙的店都很容易找到 之前在香港見到小小包都要幾十港元 今次我會用同一個方法 不過就不同的業績時間分開兩批做 看看他們兩者有沒有什麼分別 首先我們就要準備清水 我會加少許鹽幫他們清潔一下 不過記得儘量溫柔一點 如果不是那些花粉可能就會被我們弄爛了 其實他們不是太適合 不過就要清潔一下塵 還有可能之前有昆蟲飛過在他們上面 所以用鹽水浸一浸 之後再沖一沖 那就一定乾淨了 洗完之後就逐朵逐朵地拿出來 放在廚房抹手指上面 其實拿回來的時候都挺濕的 所以我就再用廚房抹手指 幫他們印一印多餘的水分 完成之後就開始風乾 大約就預三天左右 三天之後大家見到那些花其實已經乾了 顏色都轉深了很多 我們可以將櫻花放進碗裡 然後就將鹽放進去 今次這裡大約有65g的櫻花 那我們就加16g的鹽就可以了 之前說過我會將櫻花分開兩批做 第一批這一批 放完鹽之後就可以直接放檸檬汁了 我需要的就是1湯匙15ml的檸檬汁已經足夠 將檸檬汁均勻地倒進去 可以拌一拌它 鋪保鮮紙 然後就在上面用重一點點的東西壓住它 我自己就選了一個是給這個碗小小小的玻璃兜 放在裡面 在碗裡我就加水 就是這樣等它醃三天 見到醃了兩天 顏色已經又轉變 而旁邊這一碗就只加了鹽 還未加檸檬汁 好了 第一批已經醃好 我今次因為是用檸檬汁 不是用莓醋 如果用莓醋 它的顏色會比較漂亮 會很粉紅色 但用檸檬汁就做不到賞色的效果 將它們全部逐朵逐朵地拿出來 放在廚房抹手指上面封乾 大約等多兩三天 全部櫻花都乾完之後 就可以用滾水 煮一煮理想 用來放鹽漬櫻花的容器 然後就一層櫻花一層鹽 這樣逐層逐層放下去 最後我裝飾一下玻璃瓶 不要忘記寫我製作日期 放在冰箱可以保留一年 至於剛才提及的第二批櫻花 就是用鹽醃3天 之後再加檸檬汁再醃3天 測試出來的效果 就發現兩批鹽漬櫻花的味道是一樣的 不過第二批櫻花 因為檸檬汁和鹽是攪得比較均勻 明顯上面顏色是漂亮一點 第一批就會多些啡色 所以今次經驗告訴我 在醃製的過程中 可以在第二天還幫它們拌勻一下 記得檢查一下 是否全部櫻花都被壓住 做了這麼多天 最快最簡單 就是沖一個鹽漬櫻花茶 試一下 我今次只是簡單做 表面多餘的鹽直接沖水喝 我試過另一杯加蜜糖沖水更好喝 如果好像這一杯就這樣沖水 味道就有少少像咸金吉水 喝完喉嚨挺舒服的 挺解渴 如果不想太鹹的話 可以將櫻花浸一浸 或者沖一沖水 如果是拿來做烘焙或者做甜品 可能需要浸久一點 大約是10至15分鐘 換一換水再浸多15分鐘才溶 就像我這一杯櫻花泥芝啫喱 我就是用已經浸過的櫻花來做 我就是這樣留住今年的櫻花